像流程控制 像函数 其实跟其他语言都一样 你学Java 学CShop 学VB 都一样 常用的像什么?数学函数 数学函数里面比如说常用到像什么 四舌五路啦 或者是多少次方啦 最大值最小值啦 还有什么? 球乱数 这些都固定的 那另外还有什么?文字函数 比如说你要切字串 哪个字串,或者在哪个字串里面找 找有没有资料吗? 这个我想都固定用 固定都一样的 所以他另外有正列 这我想他日取时间,这都是相同的 所以有时间的话,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后面会有实际的范例 让各位 比较更清楚知道 该怎么去实作 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刚同学比较会有问题的 像第1个范例 看起来其实还蛮单纯的 不过就会有同学发生几个问题 第1个就是说 这个名称有没有 他实际上是 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Name 刚刚有同学是 ID 去把ID改了 可是Name没改 记得是改Name为主了 ID的话 印象中好像没有 没有也没关系啦 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第1个要注意一下 第2个就是那个什么呢 Fone 表单如果你这边是Pose 另外一边也要是Pose 你不要这边是Pose 那边给他Get 应该是抓不到 所以会变成说 他找不到那个应该 要的 所以 最后 如果说你跳那个 什么 跳这个 一直跳这个 那表示说 里面根本里面 抓不到正确的值 那还有就是说 刚刚有同学遇到的状况 这个PHP 有没有 他忘了打PHP 就是这个表单里面 他这个动作 这个Action里面 假如是这样子 如果你用这个地方 假如 少打一个副档名的话 就会变成怎么样 其实你传好像可以传 但是 一定会错 错在哪里 比如说这边一样 输入一个 二月 按送出 他会出现什么 所以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 应该蛮熟悉的 应该你以后也会常看到 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的话 就马上要知道 这个地方 有没有 少了副档名 OK 大概会这样 所以你用习惯 大概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好 这个是刚刚 可能比较容易出的问题 那其他你就直接把它改 点PHP 所以 做这个工作 导致要 如果你要做这番工作 就要很细心 不能 就是 一下就做 就很容易错 OK 好 再来的话 刚刚有讲到就是那个 FOR回圈 把它改成 坏回圈 那坏回圈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改成 坏回圈 之后的话 再把它改什么 改Do坏回圈 那Do坏回圈怎么改 当然有的时候我习惯是 Ctrl C 这边再贴一个 把它改一个 叫Do坏 那改的逻辑很简单啦 其实如果你要把坏 改成 Do坏 它的逻辑就是 先Do了 再判断 先做一次 之后再判断 所以 记得 请你第1个 在坏前面 打个Do 大小小要注意 然后呢 空白一下 第2个的话 请你找到什么 这个大瓜糊 对应到的这个瓜糊 那请你把什么 Why 搬家 搬到哪里呢 搬到 这个大瓜糊的后面 谁的大瓜糊 就原来那个大瓜糊的后面 就是先Do了 再判断 有没有 那其他的话 都不要动 OK 然后把它改加一个分号 好 有没有应该懂那意思吧 先Do了 再搬到这边 加个分号 那这个也是一样 打个Do 然后空 空一个 然后做什么呢 它的大瓜糊在哪里 在这个头 尾巴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你把这个 搬到哪里呢 这个大瓜糊外面 加个分号 好 这边 这个瓜糊 怎么多这个 OK好 然后 这边少一个 刚搬的时候少搬一个 OK好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工了 所以Why 改成DoWhy 应该可以懂那意思 这叫后测试回圈 后测试 就是先做了 再判断 先做 再判断 不过因为这一题 没什么没什么差别 所以把它浏览一下 Safe一下 看一下 结果 结果的话 应该 也会如预期的 有没有 1234 1789 没问题 好 那 那再来 我一般会习惯就是说 把这一题 因为你会发现了 刚刚 显示出来的 怪怪的 一般人不太会 这样一长串的资料 通常怎么样 会放在表格里面 所以如果说今天呢 我希望 请各位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 把 刚刚的结果 放在 一个 比如说 1就一列 2就第2列 3就又给他一列 所以总共 可能会9列 然后9列的话 就1乘1等于1 1乘2等 有没有意思过去 这样会比较整齐嘛 做完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 我就把那个 缝回圈 放在一个表格里面 然后执行一下 可不可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呢 应该要长这样子 才是比较OK的 那其实大部分就是 你从database里面 过来的东西嘛 那database里面的东西 你不可能说 全部都给 给那个user看 他会可能会昏倒 因为他不知道 东西在 所以通常怎么样 你要把它格式化 成一个表格 对不对 然后再输出 有点像90成法表吧 你刚刚这样子 好像怪怪的 你说给人家 人家也觉得奇怪 应该要把它横向放一下 整整齐齐的嘛 对不对 有点像Excel啦 所以 当然如果说以后 你可以low一个Excel的档 然后呢 也自动帮它排在网页上 就需要 把它什么 弄个表格出来 接下来就是表格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嘛 这个可能要搭配一点点 HTML语法 那这个HTML的话 一个表格 就一定是 我有基本观念喔 第一个 HTML一个表格 一定是一个Table开头 一个Table结束 对不对 头跟尾 那一列的话是什么 TR 这个应该有概念吧 一个储存格 TD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个头加一个尾 所以这边有个斜线T 这样子 然后一个TD 结束的话一定是斜线TD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格式化 这个地方该如何做呢 这边的话 请各位先试试看 我刚刚是把那个 这一个范例 再复制一个 然后贴到这边 加一个Table 那 写好的程式 非常简单 其实 他也是Fall 只是里面小改了一点东西 结果就 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 可以先试试看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 里面 那重点应该就是 TR 结束一个TR TD 结束一个TD 放进去 结果 就会是正确的 OK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给你一个资料 让你放一个表格 就很简单了 但如果你自己 这个不会的话 其他的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 OK来试试看 我们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